Hello大家好 我是安妮 今天繼續和我一起來參觀別人家的五星小島吧 每一次的參觀影片我們都會有抽獎的活動 活動的具體信息在這裡 在下面的評論還有info box我也會再寫一次 開獎的時間是兩天之後 我會公佈在我的instagram story 還有不要忘記投稿你的五星小島的活動 也一直在進行喲 最近的嗓子狀態不是很好 聽起來會有一些低沉和沙啞 先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今天要來參觀的小島叫做新寶島 整體的風格是偏自然系的鄉鎮 森系風格 這一次的參觀影片時常會比較久 因為整個小島每一個位置都是景點 每一個位置都非常的好看 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一起參觀到最後 首先一進來島主在這邊已經坐著等我們了 他在這邊放了一個小小的抱枕 我最近get到了新技能 就是用Nintendo Online的那個手機APP 然後我們就可以快速的在遊戲裡面聊天打字 首先也是把我們的禮物送給我們的島主 誒 他怎麼想撿起來的時候不小心踢到了他的地磚 我覺得自己鋪的地磚可以被Y鍵不小心踢掉 真的是一個太反人類的設計了 島主做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 那我們就快來開始今天的參觀吧 首先也是打開地圖 這裏可以看出它是一個雙南入海口的小島 然後島上是做了非常多的河流景觀 居民小動物主要是貓貓 梅花露 小熊 誒 他的偶像姊妹花兩隻兔子都有誒 我們等一下去拜訪一下吧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參觀了 今天也是我們自己一個人來參觀 這次我有記得打開小地圖 讓它永久的顯示在我們屏幕的右下方 從機場一出來就能感受到 整個小島是走一個森林系的感覺 因為種了非常多的樹 然後也種了非常多的灌木 所以整體的綠化是非常好的 這邊他是放了一個小型的休閒區 然後這邊他也是用了簡單壁板 而且檯燈也是搭配了同樣的顏色 有一種玻璃的感覺 然後再往下邊沙灘的方向走 這裡放了一個大位 驚訝 這邊是靠近沙灘的部分 誒 斷線 重新再來一次 好 我們繼續從剛才這個位置 接著往下參觀 這裡他是在一個小沙灘上做了一個休息的地方 同樣也是放了原木的這種長椅 然後地面上也是他用設計來鋪了一些像葉子一樣的地磚 就會讓整個沙灘看起來不會那麼的光圖圖的 而是跟整個小島的綠化風格更加的統一 這邊還放了一隻媽媽玩偶 然後我們再回到剛才的路線 他島上今天有龍克斯 然後上到二樓 這裡是小動物的居民區 這一家住的是百合 然後外面的路他也是鋪了這種 像是長了小雜草 或者是小野花這種地磚 然後這是我最喜歡的小潤 房子的後面除了做綠化之外 他還有挖小繩的瀑布 我們來跟著小潤往下參觀吧 讓他先走 小潤是我們今天的導遊嗎 因為別人的小動物你是不可以推他的 所以你只能跟在他的身後走 小潤 請讓我過去 小潤看起來超不耐煩的 然後這邊他是放了一個可以觀景的區域 然後也是把桌子的餐布 還有他的凳子的這個座墊 都是做了一個統一的配色 這種條文葛子就非常有圓林的感覺 完蛋了 我們出不去了 如果小潤不往回走的話 我們就出不去了 那我們只能跟著小潤走 因為別人家的小動物是不可以推開的 完蛋 小潤 please 讓我過 謝謝你 然後我們再走回去 謝謝你讓我過鞠躬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走 這邊應該是小潤的家 誒 這裡有錢 然後他每一個外邊都是放了一些有生活化的家具 比如說這種亮衣乾 還有這種生態的水盆 我們這次要趕在小潤前面 我們這次要趕在小潤前面 好 繼續往下走 回到剛才的一樓 過一個小小的轎橋 這裡是他的服務處 其實這個小潤的服務處離機場也是蠻近的 但是因為島主的機場門口做了這種比較瀑布一類的景觀 所以看起來就離服務處沒有那麼的近 我覺得用這種地牢的這個柵欄來作為一個服務處的分隔非常不錯 然後這裡又是一個小橋去倒沙灘的部分 我非常喜歡島主做的瀑布 就是他的瀑布不是那種非常長的非常規則的 而是這種不太規則的 有的是兩格 有的是一格 所以看起來更加的自然 這邊的小沙灘 它也是做了一個休息的區域 然後地上也是鋪了這種小碎花 所以就讓沙灘看起來不是那麼的光圖圖的 感覺是每一個小細節都做的非常的完美 然後再來到右手邊 這裡也是做了一個景觀區 上來這裡是有DIY桌 後面的簡單壁板也是做了一種像是玻璃的感覺 還有狐狸麥的畫 後面的燈塔也是非常的好看 然後再下來這裡還有另一個小畫室 露天的小畫室 這邊的家具配色就是咖啡色的 感覺在這邊如果露天作畫的話 應該非常的有靈感 正在播放的是藍色飯糰 這首歌真的非常的治癒 然後再往下走 這裡也是有一個畫畫的地方 原來狐狸麥的藝術品 擺在外面也是非常好看的 非常搭配這種自然的園林峰 這裡是島主的其中一個家 我們最後再來拜訪吧 這邊也是放了更多的雕塑品 然後裡面還有旅遊送的墨埃石像 我們再回到剛才那裡 有一點迷路 讓我來看一下我在哪裡 好 那我們再繼續往右邊走吧 從這邊跳過去 從這邊跳過去 也是一個小型的觀景的地方 可以看到後面的房子 這裡也是放了一個播放器 我真很喜歡這個藍白色的燈塔 上面的竹林還放了狸貓擺設 這裏也是放了一幅畫 這裏是下不去的 那我們還是回到剛才沙灘的部分 走到沙灘這裏 這裏還是有一個小型的圖書館 可以閱讀的地方 他也是鋪了不一樣的道路磚 這裏就是一個白色系的 書櫃是白色的 沙發還有茶几也是 上面還放了美甲套裝 然後靠近沙灘的這裏 又多放了一個休息的區域 他也是鋪了又是一款不一樣的地磚 我相信這個島主50個設計格子 一定都用完了 這裏還放了一個公園路燈 所以剛才這裏應該是一個 可以喝咖啡的地方 然後再往右邊走 這裏是有停車的地方 然後裏邊還有一個小型的植物園 這裏的配色主要是棕色 還有綠色 這裏的桃子竟然鑽出了棚頂 放了一些綠色植物作為擺設 連花車的配色也是綠色的 然後我們再往下走 這裏的路上 我看他也是做了這種雜草的感覺 這裏是他的商店 商店的外邊是做了一個可以做農活的植物果園 這個是西瓜 但是是偽裝成西瓜的沙灘皮球 他還種了琳萊花 琳萊花中間的這個植物應該是畫出來的 我非常喜歡這個商店區前面的設計 島主說這部分是借鑒了其他人的 但是我覺得這裏非常的不一樣 跟我其他看過的商店前面的設計 然後這邊還有像是紙箱啊什麼的 就更像是你去商店可以在外邊自己包裝一下你買的東西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的運衣服的地方 後面的架子上還放了種子 然後我們再往下走是他的露營地 露營地這裏是連著沙灘的 沙灘這裏還有可以睡覺的地方 然後下邊也是畫了野餐布 野餐布旁邊還放了一隻媽媽公仔 這個小狗有評論問過我是怎麽拿到的 這個是媽媽送的禮物 這邊是可以垂吊的區域 還有一隻錦鯉 然後我們再繼續回到主島的部分 穿過露營地 在商店的右手邊有一條小路 它是用了這種桶倉 來作為一條路 然後可以過到河對面 這邊的主要配色也是咖啡色的 這不是一條真的橋 這個橋是島主自己畫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棒 可以推薦給大家八個橋樑已經全部用完的人 這條橋如果不仔細看的話 其實還不是很明顯 就是一點都感覺不奇怪 如果島上八個橋樑限制已經用完的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喲 然後我們跟著佳明走 佳明要去沙灘 沙灘這裏島主是放了一些不同顏色的花 估計是要給朋友的吧 然後這邊也是種了更多的花花草草 我們先往上邊走 上邊這裏有兩個石獅子 還有竹林 然後可以跳過去 這邊的方罩燈也是做了一個改造的 欸 我不小心給人家關掉了 再給人家打開 所以這裏晚上也是亮亮的 然後再跳過來之後 這裏是做了一個景觀區 我們把視角拉低 後邊是放了更多的桶倉 還有石燈籠 在高處還有一隻狸貓 雖然這邊上不去 可是這邊拍照非常好看 我非常喜歡島主 他挖瀑布的方式 就不是一平排整個挖掉 而是間隔著間隔著這樣子挖 所以整個小島看起來 就非常的自然風 島主有提到過 他的小島 絕大部分的地形是圓來的 所以他改動的比較少 好 然後我們再回來剛才的路線 我才注意到這裏圓形的 其實是系統自帶的那一款地磚 但是島主把它鋪成了圓形 這邊還放了一個竹筍燈 這邊的沙灘就是比較簡單的 這裏還有一個狗窩 裏面住著一隻惡犬 然後我們再回到剛才的入口處 菠蘿菠蘿蜜 是夏天風格的衣服吧 好 我們再從剛才的這個十字路口 這裏他也是做了一個小型的景觀區 這邊是養了蜜蜂 而且是用了不同顏色的蜜蜂的窩 有綠色的 有這種木色的 然後這裏有一個45度角放的小橋 角度拉低還可以看到後面的景觀 他真的種了非常多的花 還有灌木誒 上來二樓這裏應該是嘉敏的家 因為是這種東方風格的 外邊還放了一個小小的香薰燈 然後這裏還有一個蝴蝶的擺設 過一個小橋 這裏也是做了一個可以坐著的區域 然後可以看到旁邊剛才的瀑布 整個小島真的綠化非常多誒 然後這裏也是可以過去的嗎 後面可以看到五重塔 還有更多的石燈籠 感覺整個小島真的是到處走 都是新天地的感覺 然後我們再從嘉敏的家出來 他把每一個小動物的家都升到高一層 就感覺有自己的獨立小院子 這裏是裁縫店 裁縫店的旁邊也是做了一個小的院子 這邊是可以坐著等朋友去逛商店買衣服 然後後邊也是同樣的用簡單壁板 做了一個像是玻璃一樣的效果 然後你在這邊可以買了衣服之後 來這邊修改 所以這邊放了針線盒 然後左手邊還有一個小型的可以換衣服的區域 這個地方設計的非常好誒 非常搭配旁邊的裁縫店 然後從剛才的這條小路後邊看一下裁縫店的後面景觀 這裏也是挖了瀑布還有河流 這邊放了一個石凳子還有桌子可以休息 感覺這裏是可以乘涼的 然後我們再繼續往下走 這邊還有更多小動物的家 我們來看一下上面這一戶 這一戶是做了一個蘑菇 然後地上也是鋪了落葉一樣的地磚 然後再過來這邊還有一戶 感覺每一戶都有一個自己的小院子 住在這個小島應該非常的舒服 然後這裏是放了櫻桃的櫻香 好我們再回到剛才的位置 這裏還有一個桃子椅 但是被擋住了 然後這裏我們可以上二樓 上去二樓之後這裏是一個竹林 然後可以通往三樓的竹林 這個是狐狸賣的藝術品 然後這是剛才從下面有看到過的五重塔 感覺在高處看還是比較好看的 誒好像這裏可以跳過去 對我們可以跳過去 可以從站在中間看剛才的景觀 然後下邊它是放了一個露天池 還有挖了更多的瀑布 從這邊跳過去是島主另一個家 如果剛才忘記跳過來的話 就會miss掉這個家了 這個家應該是一個東方風 或者是合適的吧 感覺住在這裏的人一定是忍者 每天回家都是要跳過去 是在山上的一個秘密的小家 然後我們再下來繼續走 走到裏面這裏還有一個房子 這邊是放了一個menu 所以我猜這邊是一個餐廳 或者是咖啡廳 外邊也是放了一張桌子 然後桌布也是經過改造的 那我們就來打擾一下吧 進來之後是一個棕色系的 我們先把他的小牆踩死 感覺島主應該是有一段時間沒有來 但是又沒有很久 所以只有一支小牆 整個客廳是一個棕色系的碎花風格 牆是這種碎花的 地板是深色的木地板 然後我非常喜歡他這個小凳子上的改色 應該跟剛才外面桌子的改色是類似的 都是這種綠色的碎花風格 雖然這個家裏面沒有播音樂 但是這個燒火的聲音也是非常讓人的放鬆 再去下一個房間 這一個是臥室 臥室是綠色系和木色系的一個結合 然後為了可以坐上去 他也是把我們的椅子是橫過來放的 然後牆上也是放了狐狸的畫作為裝飾 再去下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是餐廳 餐廳是深色的碎花系列 這裡是用了鑄鐵的系列的家具 也是坐在這邊非常的愜意 感覺喝一杯咖啡 吃個下午茶 讀讀書都是非常舒服的 然後再去一樓的最後一個房間 誒我怎麼坐下了 站起來去最後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是黃色系的 也是可以喝咖啡讀書的地方 所有的家具都是黃色系 感覺每一個房間都很想拍照 來作為室內裝修的學習樣品 再上來是一個 偏藍色白色系的咖啡廳 所以整棟房子就是一個咖啡廳吧 我真的這個是我整個遊戲裡面 最喜歡的壁紙 就是咖啡廳的壁紙 然後它也非常搭配 它中間的這個藍色的地毯 每一個房間都是這種 自然系的風格碎花的 但是每一個房間的色系 又是不一樣的 感覺這個咖啡廳 真的如果現實中有的話 我真的很想去拜訪一下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動物的家 這裡是奧利 然後它在每個角落都有放一些 狐狸賣的藝術品 而且馬路上也是每一格都有 對應的鋪一些不一樣的道路設計 這裡下去應該是剛才的裁縫點 那我們再回到剛才的路線 過這個彎彎的小橋 繼續往下走 我好像有一點迷路了 好 我們繼續往下走 這邊是放了不一樣的柵欄 還有小熊 下面還有更多的小動物住的地方 這邊可以過嗎 哦 不可以 然後從這邊跳過去 這裡也是有一個小型的景觀區 感覺島主在每一個小位置上都做了精心的佈置 但是這裡是戒指 粉紅色的 關起來 再打開 我們再跳回去 自己一個人逛的時候 就很怕會有地方忘記去 然後會忘記展示給大家看整個小島的全部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地圖的左上角 這裡我們跟著地標走吧 然後上來這裡應該是博物館 博物館這邊 做了一個小型的圖書館 可以坐在這裡 讀書 然後博物館的前面也是放了一個 井蓋子 上面也是改過顏色的 這邊放了蝴蝶的裝飾 旁邊還有一隻恐龍 島主真的用了非常多的桶倉 咦 後面還有一個 高處有一個藝術品 它好高哦 遠處還有怪獸機器人 我們等一下去看一下它們 然後繼續往下走 這裡還是它道路上鋪了好多小碎花 好漂亮 就是不放過任何一個小細節 然後這裡也是一條小通道 我們是走過的 那我們就接著去下邊看一下 剛才沒有去到的兩個小動物的家 然後沿路是種了很多松樹 還有放了蘑菇的擺設 這邊的路是斜著的 去通往兩個小動物的家 感覺自己走的是花路 這裡是克里奇 這裡是偶像姐妹花的家 克里奇的旁邊也是放了一個小型的花園 這裡用鏟子來作為裝飾 因為我沒有見過姐妹花本人 所以我們就來拜訪一下吧 這個是克里奇 克里奇是妹妹嗎 我不是很確定 克里奇家是粉黃色系的 在外面也擺放了很多有生活氣息的家具 這裡還放了一條金魚 然後我們再去拜訪妹妹的家 斜著走過來 他正在忙欸 我們去問一下他在做什麼 法蘭奇 露拉拉 我們來問他要一下圖紙吧 咦 他的桌子上擺的是姐姐嗎 到底法蘭奇是姐姐還是克里奇是姐姐 他的桌子上擺了另一隻兔子的照片 這也太sweet了吧 好可愛 我剛才沒有注意到克里奇家有沒有放法蘭奇 好 這是剛才克里奇的家 所以他們兩個是住在鄰居 然後我們在一個小斜坡走回來 感覺這個小斜坡玩桌米場應該不錯 這裡有一個小型的院子 然後放的也是秋天的蘑菇系列的家具 桌子上還放了媽媽送的蛋糕 還有糖和牛奶 這裡還有一戶 這裡住的是美玲 大眼睛的蒙妹子美玲 真的每一個小動物家門口都是 有一個自己的小院子 磚屬院子 我們現在來到沙灘的最左上角 就是剛才有隱約看到的機器人 還有怪獸 這裡開始做了一個改色 粉紅色的機器人 機器人改造組真的需要很多 需要50個 然後後面還放了帶小廣告的電線杆 還有黃色的桶 整體就很有科幻篇的感覺 然後我們再走回來主島的部分 他的海邊放了好多DIY哦 不知道是不是 島主平時撿漂流瓶之後 又不想要就丟在那邊 然後再繼續往下走 沒有去到的地方 這裡他也是挖了很多的小河流 然後種了非常多的花 還有樹 真的感覺每一個位置 只要把鏡頭視角拉低 就可以拍照 這裡也是一個休息的區域 真的這個森林系太好看了 感覺島主在每一個小細節上都花足了心思 這邊放了水井 還有水桶 我好像迷路了 這裡是走過的 對再回去 然後中間這一條河道 它是擺放了非常多的這種方形的照燈 而且都是亮著的狀態 這裡晚上應該也很好看 有一點日系 像是在放紙船的感覺 然後靠近左下角這邊的沙灘 首先在岩石上 它是做了一個河風的風呂 用的是東方風的屏風 還有洗澡桶 然後鋪的這個地磚也是非常的好看 這邊有更多的圖紙 下來之後這裡是一個貝殼系的白色餐廳 整體的風格是白色粉色系列的 這裡是一個咖啡廳 後面也是簡單壁板 來畫了這裡是賣咖啡的 然後旁邊還放了雜誌架 還有雨傘桶 真的是很細節 好我們再回到剛才河道的部分 這邊這一共是放了多少個燈啊 大概有十幾個 然後它的柵欄也是用這種灌木的柵欄 看起來綠化非常的足夠 這裏拍照也非常的好看吧 我之前很嫌棄這一個橋的 覺得它有點簡陋 但是在自然風格的小島上就非常的搭配 這裏是我們最開始路過的地方 那差不多這個就是它主島的全部啦 最後我們再來去島主自己的家 這是我們剛才最開始忘記去島的部分 就是在有很多藝術品的這裏 我們來打攪一下 家的外邊是一個綠色白色系的 進來之後也是一個自然風格的客廳 然後同樣的桌子還有凳子 也是改色成為這種綠色的小碎花風格 它連檯燈都是從白色改造成了綠色的條紋 然後牆上還掛了很多的小畫 還掛了綠色的衣服 進來裏邊這個房間是一個漫畫室 咦 這個風扇吹過去的時候 這一盆綠質會吹起來耶 你看 它會動起來 在它沒有吹的時候它就不會動 這個遊戲未免也太真實了吧 然後這裏是可以休息讀賣畫的地方 感覺這個房間應該是宅男宅女的最愛 然後我們再去下一個房間 這一個房間是它的廚房還有餐廳 用的也是鑄鐵木系的家具 然後它的家用電器是偏粉色系的 粉色的廚師機 然後它的百合播放器也是選了粉色的配色 再去下一個房間 這裏是它的洗手間 整體顏色是白色和藍色的 然後我們再去逛樓上 然後我們再去逛樓上 樓上是它的臥室 臥室是做了一個綠色跟 棕色的結合 這個牆紙應該是駱駝賣的吧 有點青苔顏色 感覺不放音樂 只用它後面壁爐的這個燒火的聲音 也非常的讓人感覺到放鬆 然後這邊是床 上面還有這是獎狀嗎 還是什麼榮譽證書之類的 牆上也是掛了非常多其他的裝飾 這裡還有鏡子 上面這個畫應該也是自己的設計 把它擺放在了牆上 那我們來逛最後一個房間 地下室 地下室是一個棕色系的書房嗎 這裡有牛盾球 然後中間擺放了一台黑色的鋼琴 牆上的話也是狐狸賣的 這裡有一個大衣櫃 我們來偷看一下 這一套是哈利波特嗎 重新看一下 重新看一下是木桶的衣服 呼啦呼啦 這裡的家具是棕色深棕色系的古董系列 感覺島主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家具 整個房間 整個房間就是非常的有書箱氣息 那我們就參觀完島主的房間啦 這個自然系的小島 真的是我參觀用時最久的一個小島 因為覺得每一個位置只要停下腳步都是景點 而且島主做了非常多的細節 覺得不想放過每一個細節 想要仔細的去觀賞 所以如果你還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 並且幫我點一個贊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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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